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代大诗人李白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诗句 叫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这其中所说的蜀道 就是从古长安进蜀地 也就是四川的那条道路 因为其中横顿着秦岭和大巴山 所以这条道路一向是非常漫长而又艰辛 但是在2017年 我们中国的第一条高铁穿越秦岭而过 那就是我们的西城高铁 蜀道难从此成了历史 而改写这个历史的是我们的铁剑人 今天我们就来讲述有关于他们的故事 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 我们的青年发现者房琪 大家好 在开始演讲之前呢 我想请大家看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这群人 他们正在举手欢呼 隔着屏幕 我们好像也不难感受到他们的喜悦 然而在这份喜悦背后 却是难以言语的艰辛 照片里的这群人 他们叫做铁剑人 拍摄的地点 是在秦岭隧道的贯通口 而他们正在修建的这条铁路 就是西城高铁 西城高铁自北向南 连接了我国两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称 西安与成都 在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 我们可能会认为 修建一条铁路 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可这条铁路的修建 却是南上加南 第一南 这里有长达70千米的长坡道 坡斗达到了千分之二十五 这个坡道 是修建高铁的极限坡道 它意味着 每一公里就有长达25米 将近 这两个路边的这条铁路 中间在英雄罗 中间就不过 中间 三日 中间的这条铁路 是不一样的 在三日 一部堆 中间从一堆 中间的这条铁路 以尽多高铁路 累了的时候 就找个安全的地方打个盹 矿了的时候 就去小河沟里洗把脸 就这样熬战了 1300个日日夜夜 大秦岭隧道终于关头了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聆听 铁剑人的故事 谢谢 非常感谢房琦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请出 铁剑人当中的一位 参与了西城高铁建设的熊招美 有请 小河沟好 大家好 我是熊招美 来自中铁17级集团 是西城高铁 大秦岭隧道的东西经理 欢迎你 欢迎 您那会主要是负责秦岭的 那个隧道的开通 对 这个隧道的开通 一共是花了多长时间 我们是2012年的11月底 到了施工现场 一直到这个2016年的9月12号贯通 差两个月 四年 四年整 这个隧道是得多长啊 开通的这条隧道 14.99公里 近半12米 12米9 整个就是从秦岭的附近穿过去 对 哇 还是很壮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你想象一下这么大一个大洞 我一直过去15公里 对对 就是之前我们也有从西安到成都的这个铁路线 那也是要打通隧道的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时候应该是五几年咱们做这个保值线的时候 咱们这个施工条件打不到 所以在这个设计上在悬址的时候 它就是尽量避开这种大山 咱们就绕着这个山边走 就实在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打一个 那隧道可能就会比较短 比较短 对 当时的这个保值线应该是单线铁路 它这个洞面也窄 最宽的就是在7米左右 我们这个是 基本上它是一倍12米多 我们西城高铁就是从旋车 就是基本上拉直 你看我们西城高铁 超过10公里的有7条 我们15公里这还不算是最长的 天花山最高也是我们公司修的 是15.9 将近16公里 那我们就从头说起 12年你们刚到那会儿 你说是11月份去的 10月底 对 有印象吗 当时第一次到施工当地的时候 那我肯定记忆犹行 从西安出发 下了高速 走这个盘山公路 有60多公里 这60公里我们走了 有就是近4个小时 我们进编造的那个盘山公路 就是一条修建在 这个悬崖峭壁上的 那个盘山公路 吊头弯特别多 就是你这样走过去了 再绕回来 18度绕回来 再绕 就像来回盘 西安海拔600多米 我们一直盘升到 这个2700米 然后再盘下去 到了我们施工现场 是1600 那这一路上 也是提心吊胆吧 特别提心吊胆 因为那种海拔高 所以它这个血迹来得比较早 所以我们去的那年 上上鸡血比较重了 已经结了冰了 所以我们司机在开车的时候 也是那种战战经历的 也不敢开快 一直保持在这个 十多公里 二来公里的这个时速 你们这人是进来了 还有那么多东西 是不是都要经历 这个过程进来 对 我们这个工地 这四年总共消耗了 一百多万 将近两百万吨的这个物资 都要走刚才建山 这条路进来 你们的大型设备 运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那不是更惊险吗 对 一碰到这个下雪 它大滑走不动 就是为了保证 我们这条生命通道 专门就安排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专业化的 一个鸡血公司 专门来养活这条路 就是只要趁着下雪天 我们就去抢这个道路 这几年应该是每年 都要消耗 几百段的这种学期 熊老师刚才说的 那个路的险峻啊 像下雪什么都只是一部分 因为其实在那个地方 有很多这种盘跚公路 就像鸭长一样盘在一起 就像图片上这样的盘跚公路 对对对 你看这个 这真的是鸭长 对对 你要是看那个照片 对 这边是山坡上吧 那边就是 这边就是 有一二百米高 一二百米高啊 对 直接下去 这是2017年的时候 2017年3月份 我到了现场一看呀 它那个半挂车 就那个拉火那种大车 那个轮胎 整个轮胎都埋了 这个轮胎应该是八九十公分 这个冬天不好过 对 难熬 夏天是不是能好点 那个里面绿树葱笼哈 夏天是不是会觉得空气又好 然后比较清凉 夏天也热 都热 因为我们水槽越打越深啊 洞里面因为它自己也有地热 在一个这个外面的冷空气 进去的少 反正导致里面这个 在施工环境那块的温度特别高 通常就是常年保持在38度 冬天的时候也是这样 冬天也是 外面穿着凹子 哎 到了工地就开始拖 干活的时候 就把这光子保的了 而且我们洞里面 经常能打到这个地下水 湿度也高 就跟真桑拿一样 就我们好多同事开玩笑 都不叫上班去了 走走走 咱进洞真桑拿去 去桑拿房了这是 对对 特别是咱们一线施工的这个工人 他每工作个半个小时 都要休息一会儿 休息个十来分钟 因为里面高热呀 再干掉体力活儿 这人很容易虚脱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这么炎热 想了很多的办法 首先洞口 我们是设立了两台 这个132千瓦的 这个大型的这个骨峰机 把洞口的这个新鲜风往里吹 随着这个隧道的越打越深 我们最后我们打到是 将近七公里吧 我们就在两公里半的位置 又设立了一个封房 在里面又装了两台 那个骨峰机 旁边接地送风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 每个掌子面 安排了一台这种雾炮车 雾炮车就是咱们 城市那种降埋用的 一个大车 后面拉着一个跟泡一样 往里喷雾那种 就降温呗 对 降温 把水雾化嘛 完了就是给工人 尝备一些这种降温 降水的这种食物啊 药材这些东西 就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反正就都挺难过 少不了 耗了这么大的精力 然后要克服这么多的困难 两位老师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背景 为什么我们还要花 这么大的力气 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再来说 就是之前您讲了 说您负责这个隧道 一开始觉得可能最大难度 是气候的问题 还有什么困难 是让你们觉得 其实挺难承受 我们这个洞是比较特别 从洞口进去 200多 将近300米 这是一路上坡 完了就是一路下坡 我们这个位置 是相当于这个西城高铁的 一个最高的位置了 是有多高 相对于西安北站的话 落差是在1000米 1100米左右 这么高啊 对 那它其实从西安北站出发 它是一路上坡 一路上坡 到了你们那个隧洞那个地方 完了一路下坡 到汉中 这个对你们的施工难度在于 因为我们进洞施工以后 不是刚才说了 先上坡 完了就下坡嘛 就是一路往下打 就我这个洞口 这个方向要从这个位置 打进去将近7公里 说这7公里 全部是往下坡打 因为这个大晶顶 是咱们南北分界点 而且它也是个水源的发源地 往北去了 水就进了这个黄河了 往南 这水就进了这个长江了 所以说我们在山里面打呀 经常能碰上这些裂气水 就能发现这个泳水的现象 这个水呢 我是反驳打施工 它不能顺着这个自然坡的往外流 它就会寄到我的这个施工 那个爪子面上去 它时间长了 如果我不抽 不触着这个水的话 就把我的爪子面给淹了 那就会经常会有 这种泳水的现象出现 对 经常会有 它这个水呢 不是说我打完了 它水就不流了 流完就不流 它一直在流 所以说为了保证 我们隧道一直在施工 我们在这个整个隧道里面 设置了9级的蹦站 一击击地往上抽 那其实是打洞的 这个过程当中是抽水 也一直在吃水是吧 一直不间断在吃水 对对对 有没有过涌起来 让你觉得是按不住的情况 如果按不住了 我现在就打不通这个隧道了 是吧 最大的一次涌水 应该是在两屋里头了 到了工地上 一个小伙子跑出来找我 还说熊奴 咱们洞里面又发生大水了 找到那边被淹了 那我一听着就急了 还赶紧进洞 从他出来报告给我 包括我在静动那一块而已 可能也就是各把小时时间 我走到长的面 离长的面 还有应该有四五十米的时候 那水费已经到腰部了 我们就赶紧先把工程撤离 先撤离 对 完了留下这个 专门抽水的人 两台再抽 就这样抽了有个六多小时 才把这个水抽得差不多 气候的困难 涌水的困难 有没有什么困难 是让你们当时可能会觉得 也许很难往前进的 干这个隧道是碰过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原来我们没打过隧道 可能很少碰见 就是岩爆 什么叫岩爆 岩爆呢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个隧道啊 打到最深的地方 洞里这块 距离这个山顶的位置 落差有1180米 它越往下压力越大 如果它 我们不去动它 它这个压力释放不出来 但是我们隧道一开挖 一去爆破 山底压力就通过这个岩石 就慢慢释放 就产生了岩爆 释放压力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就是那种岩石啊 爆炸 就是死外非见 爆炼 我想到那个小时候 那爆米花 对对对 就跟爆米花差不多 对 爆米花因为在炒熟以后 这个师傅就会说 大家让一让 我要开盖了 他一开盖 那爆米花撕见 就开始啪 你要离得近了 你就感受到这个爆米花 打你身上 但你想想 如果爆米花 换成那种花钢盐 那是什么概念 估计那个爆过来的时候 那应该不仅是疼吧 我觉得应该是有 非常大的致命的危险的 对 非常危险 你们这个之前的 这个施工经历当中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我头一会碰见 那个施工那帮工人 说实话他也没喝到过 所以一看成这种现象了 他心里面就害怕呀 当时我想啊 这样不行啊 不能因为一个岩爆 我们停工了 我到了工地上 跟这帮开班的一帮工人 包括他们带班的 就讲这个事情 我地球们 要不然咱们弄把劲 反正月底给大家加奖金 但工人还是不干 这毕竟是有生命危险的 对 对 对 但你当时是因为 特别着急啊 怕耽误了工期 我们这个工期很紧的 因为这个大庆里隧道 从这个开工开始 它就属于这种控制性的一个工程 整个西城高铁的开通 它那个开通日期的 就是按照我们的大清廷 送到这个贯通时间来拍的工期 所以一天都耽误不起 难道我心里面特别着急 我想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事解决掉 后来用什么办法解决的 后来我想到了我的父亲 为什么会想到你爸爸 因为我爸也是我们这个老铁店人 他在1968年当了兵 参加工作应该40多年 干过的隧道有上百座 是我们公司这个 实打实的隧道的土专家 他在我心里面 就跟一个地海神针一样 只要有他在 我觉得什么困难都不怕 你是把希望寄托在了老父亲身上 对 我们也来看一下 熊张美的父亲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来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熊金汉1968年参军入 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老铁道兵 自参军以来 从事隧道技术40多年 参与建设各类隧道上百座 其中长大隧道 重点隧道有20多座 40多年来 他与隧道为伍 通过自己的钻研摸索 成为了单位名副其实的 隧道土专家 几十年来 熊金汉获得的荣誉无数 最让他自豪的是 这枚火车头奖章 如今 68岁的熊金汉 虽然已经退休了 但是 在遇到很多难度大的隧道时 单位都会请他前去指导 而他也总是毫无怨言 欣然前往 请出寻找美的老父亲 熊金汉 大家好 我叫熊金汉 也是熊金汉的父亲 我来自农天石器具体坛 我是1968年 于我的应该是老铁岛兵了 刚才握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 您是带来的是 小赞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给你看看啊 谢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那枚奖章对不对 对 刚才片子当中说到了 您曾经获得过 咱们铁路战线最高荣誉奖章 这个是哪一年获得的 93年是由金汉铁路的时候获得的 金汉铁是因为香港回归 在90年以前不是同车 我们是93年军事开工 所以我在金汉铁干了四年 我去的四年当中 在金汉铁其中是过了两个群店 当时我负责水岛石工 所以第一年就给我颁发了一个 获得奖章 93年得的这枚奖章 你有印象吗 93年那会儿你多大 93年那会儿我是14岁嘛 这个奖章我印象很深 因为我们家里面奖章确实不少 但这本奖章应该是荣誉最高的 我爸当年拿这个奖章回来的时候 我记得是很清楚 有印象他的工地上回来 就带这本奖章回来了 他爸就跟我说 这是咱铁道部里面 这个是最高奖项 最高荣誉 对 这是爸在这铁路上奋斗了一辈子 得到了这个领导的认可 爸爸觉得值了 一听我爸就说得这么好 是吧 我想着这个 是不是我可以拿同学的 显摆显摆 所以第二天 我爸出门 我把这奖章给投出来了 他带去学校 我同学那儿显摆了一家 完了回家了 就会把这儿忘了 忘了放回原处了 我老爷子回来 发现了 你再动我的奖章 我应该收拾你 我相信我揍你 你自己凭本事去搞一个 不要来动我的 他老爷子都在圆瓦 羡慕 我很羡慕 对 但是我觉得给您颁发这个奖章 绝不仅仅是因为您负责那个精九县 对 肯定是跟您这一辈子 跟铁路打交道 修了那么多铁路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 您跟我们说说 您打通过多少条隧道 修过多少条铁路 铁路你看从秦坤 嗯 详云 然后景九 成长线 洛战线 哎呀 铁路太多了 一下就击不过来了 说不过来了 这么多年你觉得 这个修哪条铁路 打哪个隧道的时候 是印象最深的 我觉得还是这个详云先生 在六几年里头修了个铁路 打了个隧道啊 全部靠员工 就没有什么节奏法 我们打非尼徒 都是员工搅拌 不像现在啊 去咋有装载机有汽车 国际都是靠斗车靠员工挑 所以这个隧道打得就比较艰苦 小云山其中有一个隧道啊 我们一个团 就是一两千人吧 打了个两公里做的隧道 打了两年 您那个隧道是15公里 对 400人打了四年 打了四年 但您那个是15公里 15公里 对 哎 那我也 我也想问你啊 就是你做这一行 跟父亲有关系吗 有关系 因为这个 我小时候啊 应该是在八九岁的时候 有一次父亲接我们去工地 就这火车嘛 火车那时候硬坐车 就路过他们那个隧道的时候 就跟我说 这个隧道就是我们团打的 就是爸爸当年打的这个隧道 但是我父亲具体后来讲查 具体内容我就不记得了 但是有两个表情 我记得很清楚 一个是我父亲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 还有一个就是 咱们作为这些乘客 在七天我爸讲这个 修条路的故事的时候 他一种这种钦佩 和羡慕的一种表情 我记得很深刻 当时我心里就在想 我长大以后 一定要像我父亲一样 还成为一个助路人 那个是八岁的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萌芽 等到十四岁看到那枚奖章的时候 对 这就是相当一个催化剂 那更激发了我想当一个铁路人的一个想法 因为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熊昭美从小就立下了成为一名铁路人的志向 熊昭美大学毕业后 来到了和附近同一个单位 中铁石器局 参加工作以来 他先后参与了柴木高原铁路 京湖高铁 乌锡铁路 八珠铁路等铁路建设 从技术员 技术主管 项目总工 再到工区经理 他一步一个脚印 实现着父亲对他的期望 这次熊昭美接到了 西城高铁大秦岭隧道的施工任务 面对延报频发和工人为难情绪加深 熊昭美一筹莫展 此刻 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于是将父亲请到了工地上 和自己一起携手共渡难关 当时就是因为遇到了那个延报 所以你说我要请到我的定海神针 我父亲到现场来 对 我想问一下老先生 您去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说一个是用那个球前水平转打了个孔 打孔给他释放一部分压力 第二步就是快挖好了以后 你工家挂光片 然后就配毛把它包袱起来 他作为有的延报就不会掉了 扎上工人 第三个就是要大家全上防弹背心 再上钢盔 那是先从技术上起码解决这个安全的问题 对对对 要让大家心理上要 要密封稳定一点 那这个技术问题解决的话 工人们开工了吗 还是没有 因为他这个毕竟不能百分之百 把这个避免掉 就是还是害怕 还是害怕 因为他遭到这边突然停到上面 那个一些豪大的声音 就是步调系统也吓得一跳 这个恐惧心里肯定有点 我提的要求就叫他 你要代班 要在庄子面带领大家去干 要连到这的话 大家就随随随随随随 你的丁凯神真说了 说你要在前面代班 对对对 那天的情形还记得吗 那天应该是我爸 把工人们找到一块 说我老头已经65岁 我参加过的隧道有上百座了 比这个延报更厉害的困难 我也遇到过 我送大家两句话 那两句话是我们那个 当时的那个叶剑英元帅 73年的时候 应该是为我们这个铁道兵 成军30周年提的奇比奇词 凤山着陆 遇水驾桥 铁道兵前无选走 凤山露宿 沐雨制风 铁道兵前无困难 多句话我不说了 张美 跟我走 完了我爸也带着我 往长的面走去了 你觉得他们后面的人会跟上吗 是啊 所以我凭住呼吸 我就不敢大转劲 我听到后面有没有人跟 担心 好在过了四五秒的时候 听到脚步声来了 先是一声两声的 后来慢慢慢慢的 脚步声越来越多 一转向一看 哎 夫人都跟进来了 到了长的面以后 我父亲把风枪扶起来了 就要去打转 我说老爷子这么大年纪了 就不能让老爷打转了 我敢去抢这根风枪 老爷子还不让 完了我也只好用另外一复法 风枪 我跟着老爷子一块儿打 工程人呱呱呱呱呱 陆陆续续续续绕着找他面了 都拿起了自己的工具 就开始打钻了 他打钻的时候 要有一个小插曲 当时一个年轻人 扭过头来跟我说 哎 熊主 你当时这个跟大家承诺的 这个奖金还有没有啊 我一听这话 我心里松过气儿吧 大家毕竟都在开玩笑了 我这肯定没问题啊 我说的话从不算数 从那开始 那后来每一般 那我都在找他面 都陪着多人一块 其实想象那个画面 就觉得很沸腾 热血沸腾 一个已经头发花白的老父亲 带着他的儿子往前走 后面一个一个人跟上 就让我想起来那句话 他说男人至死是少年 永远热血 永远燃烧 我们还有一句话 叫特命人永远是年轻 对 这就是老先生的真实写照 你说最难的问题解决了 灌冬的那一天 老先生在吗 我不在 当时灌冬叫做云南 大理到林昌那个项目 那里也有个大隧道 云南的地级条件 比这么复杂得多啊 所以到云南那个项目去了 当灌冬的时候 小美给我打了个电话 发了那个 大家说 灌冬的口上叫了个照片 当时我看到我也很高兴 很激动 我也为他送了口吃 因为这个隧道 茶医美美打通 这个隧道都不算成功 你心里都不踏实 都不踏实 就打通了以后 全部 全搞完了 这个隧道在我 在顽固 周美当时肯定是在现场的 对 我在现场 当时我们两个隧道口 在交汇喷面的时候 很激动 因为一泡放完 哎 你们看一下那边灯光了 我们这边跑过去 那边跑过来 咱俩终于碰了面握了手了 对啊 当时心情很激动啊 这是我们贯通那个点 高铁是可以双向啊 对 双向两个车道 两边可以互通的 我们晚上组织这个清工宴呀 清工酒 项目 工区 工队全体 那十几桌 喝多了吗 喝多了 那是最放松的一次了 四年 心里面的压力 所以四年一招释放 大家都喝多了 最畅快的一次喝酒 我在想啊 你这个隧道贯通 有你老父亲巨大的功劳啊 对 对 对 我当时清工宴上 我父亲不在 本身我就想在清工宴上 好好敬我父亲一杯酒 我就 我现在觉得 欠我父亲一句 谢谢和一个拥抱 我在这儿 直接利用这个平台 我跟我父亲说一下 好 对 对 爸 谢谢你 老父亲会为儿子感到骄傲吗 应该是为儿子感到骄傲吗 应该是为儿子感到骄傲 因为他这个 从说少毕业以后 就来到我们单位 对他这个进步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他希望他来挤死努力 为我们这个老贴责人赞光 不要跟我们丢脸 不要跟老贴责人丢脸 不要跟爸爸丢脸 我的这个要求 你不以前笑的时候 审慕这门奖证 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 利用那么多观众 这面 当面交给你 交给你保管 还记得他 就自己得把奖 这个奖证 我已经25年了 我就带过两次 我保管得挺好 今天就在这儿交给你 好 谢谢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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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岁的时候就继遇着 终于拿到手了 终于拿到手了 我想凭我自己的努力 施大师在得一块这种奖章 或者做奖章 终诚坚毅和客难攻坚 加上叶帅当年给这个铁道斌 写的那两句话 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的概括了 今天铁剑人啊 一脉相承的这种精神气质 所以我想呢 就是说今天 在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不要丢掉那种 客难攻坚的精神 又能够捡起那些 全世界最先进的 机械的工程的那样的一种 科技能力 那么在这个美好时代里 铁剑人一定会再见星宫 感谢各位给我们带来的通场 感谢你们父子二人 今天给我们带来 这样的一种心灵上的震撼 谢谢你们 谢谢所有的铁剑人 秦岭一带是我们国家 很重要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除了我们很熟的 大熊猫金刺猴之外 还有一种鸟叫猪环 您一定很熟 对对对 在这个介绍过程当中呢 他们特别呵护猪环这种鸟 他们的项目一开始 就和动物研究所的专家 有很多的合作 首先要选择桥碎的时候 这个位置特别的用心 整个新生高铁是建了 总长超过30公里的一个 珠环的鸟类保护网 这个网非常的精心设计 它是那种软网 就算是珠环很不小心撞上去了 也不会被卡住 然后这个网是世界第一 这样一些细节的注意 让我感觉到高铁建设者身上的 这种担当 还有这种跟时代不同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格局 我不知道在座的歌 有没有听过之前一首很红的歌 叫《儿时》 它唱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玻璃珠铁盒英雄卡 其实我们每个人小时候 可能都有一段 跟火车有关的记忆 我们觉得那个轰隆轰隆的火车 好神奇 觉得那个穿着制服 开火车的人很威风 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过 在这个威风背后 到底是谁在辛辛苦苦地 去建设这个铁路 我觉得在你们身上 我除了看到了铁道兵的精神之外 更看到了父子之间 最宝贵的传承 所以这种忠诚坚毅跟勇敢 可能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听到的是父子两代铁剑人 来给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 也许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 感受到的可能 不仅仅是铁剑人 给我们带来的那个 道路上的通透 还有就是我们国家建设 因为他们而显得更加通透 还有一点我觉得 可能在我们这个现场 也许很多人 会因为他们的故事 让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的理念 变得更加通透 希望今天的故事 让大家能够了解 我们的铁路的发展 了解我们每一个铁剑人 为之付出的贡献和努力 好的 谢谢各位 谢谢收看这一期的美好时代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美好时代节目的话题互动 迎娶精美奖品 欢迎登陆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腾讯娱乐 凤凰娱乐 立志网搜狐视频 了解相关资讯 欢迎下载今日头条 新浪新闻 凤凰新闻 搜狐新闻 腾讯新闻 网易新闻 立志新闻 参与留言互动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